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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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清解密 继续有我和Sumi在这里 大家好 上两集都是讲鬼谷的 上两集都是去了港岛区 搭港岛线圆线 由台湾港到西环 西盈盘站 今集我们过海搭船 去九龙区 今集去九龙区 你和我们讲哪一区的鬼谷和风水 Sumi大师 讲九龙城知道吗 九龙城没有地铁 上集讲了警察 今集讲法院 讲一下九龙城裁判法院 外面的一些事件 那裁判法院的位置在哪呢 其实在九龙城亚加路街 和路明道交界 其实都比较 那栋建筑位比较高 也不算特别高 13层左右 其实在什么时候开始用呢 就是在2001年7月左右 2001年7月左右开始用的 其实代替了已经有三多年前 历史的新浦江的裁判法院 也都说据文 有人就说这座楼起的时候 风水马 聚了不少阴气 有些朋友就在那里 可能出现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出现了不少鬼故事 嗯 我就选了其中一个 我讲一下 就说 当时就在这个的裁判法院 九龙城裁判法院里面 就在未啟用之前 就有一位总务部的工人 就已经进去工作了 都进去工作了 嗯 就在他进行这个入伙仪式的时候 就在化宝 就是入伙仪式拜神 在化宝的时候 就发现附近有很多脚步声 在那里啪啪啪啪啪啪 他就走来走去 但是又看不到有人 但是呢 他就发现在化宝的盆前面 出现了很多的膝头 膝头的耳下 就是小腿 很多对小腿在那里 在那里走来走去 好像有一些影子 嗯 这样就 比较可怕 就是突然看到一对脚 在那里走去 就是 是人见到都害怕 他就立刻 放下一些东西就走了 然后呢 他再去找人来帮忙 回来看的时候就不觉 不觉有些什么 他继续收拾东西就走了 以为可能自己太累 眼花而已 应该没什么 之后呢 另一位同事 也是在那幢大楼里面做的 就是在三楼的同事 就发现呢 在走廊有个陌生 穿着一身红衣的女孩子 走过 那么呢 你也知道的 裁判院 法院这些 那么 那么 就是 重要的地方 都很害怕 有没有一些 其他限制人等 进来 所以呢 职员都害怕的 就打算向前 走前去了解一下 问他 小姐你是不是去错地方 或者你想去哪里 想问一下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个红衣女子 当时进了男厕 那呢 就觉得他很奇怪 那女孩子就进了男厕 就走进去看看 那但呢 他进到他里面 就 凶无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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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见有他 就觉得很奇怪 那之后呢 他走去问那一层的 称的女公 就说原来在类厕都见过他 还曾经跟他说话 那女公呢 就细心一看 原来跟他说话的时候 就发现镜是没有这个女孩的导影 所以就吓到他就连迟 连迟 立即就辞职 没有做了 那其实呢 为什么那些人说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都 人口都多的 都因为那个高雄城 在九十年代之前 其实都是我们的啟派机场附近 其实来来往往其实人口多 都比较热闹 没理由都会有这么多故事 那其实呢 都说回呢 原来是 九龙城呢 其实呢 都在以前清代的时间 其实呢 都比较 有多政府机关 设立在那里 都有一些盐碗 设立在那附近 所以就 比较旺的 而 当时呢 为什么要设立 一些盐碗 这个地方呢 原来跟风水有关 就说呢 九龙城是靠山的 虽然都是狮子山 虽然是靠狮子山 但呢 其实都受了北架山的影响 北架山呢 山脚呢 就像龙的五爪 分别就是有 代表不同地区 那么呢 伸延到这个 九龙城的龙脚的 最端端的位呢 就是这个 九龙城寨公园 就是这个呢 这个呢 满清时代呢 就在那个位置 设立了衙门 就说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的 龙脚呢 又阔 又长 那就比较 有这个霸气 和气势不错呢 那呢 就觉得呢 就 那个地方的风水很好 就设立了 这个 政府的基关在那里了 而呢 后来呢 其实北架山 为什么都会有 那么多有钱人居住呢 原来都有原因的 原来就说呢 这个龙爪呢 就比较收场 也都 比较顺下来 平常收到 北架山下来的 一些的 一些的龙气 所以呢 就很多有钱人居住 还有地方 比较贵的 那 应该风水都很好 因为有钱人住得 这个 就是 北架山都是叫做 通常有钱人都是住在山上 就是高人一等 那样 看下来又 景色又优雅 就是风水都比较好 第一 第一 第二 不管风水 第一来说 景色都不错 所以就 有这个 就是看景也好 加上呢 其实中国人来说 其实我们这么多集 说风水说的 都是以山为提鲜的 嗯 其实只要山 比较 茂盛 那些树木 其实都比较美 其实北架山都不错的 不过茂盛山就差一点点 但是呢 名字答够了 有分气势 嗯 其实呢 也有人说 就说 其实 九龙城呢 那个地方都一般 有另外一部分都一般 因为很多时钟酒店在那里 嗯 有一些情侣在休会 那 可能做出 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出现 那就是 有些小心命 可能 因为某种原因 就不可以来到世界 可能它就在那个地方 在徘徊 可能都会聚集到 一小两阴气那里 嗯 所以都有一些鬼 令到有些朋友 聚集到那里 嗯 那头附近就可能 比较陰少少 还有附近 九龙城寨附近 都有一个坟墙 有坟墙 必定有阴气 那都是 差一点点的 是的 那附近有坟墙 我不知道 有一个基督教坟墙 在九龙城寨公园附近 哦 嗯 嗯 那九龙城 都是一些旧区 嗯 但是因为以前 比较近的机场 所以人比较旺盛 是 但是搬了之后 就比较南清了少少 但是那附近 都多吃市 是啊 其实都是多人气的 因为都是市区 都属于 就是 现在香港地道都多人 其实 现在元朗都很多人 是啊 元朗真的很多人 那天我就 就因为 有自己有点事 进了元朗 都发现 很多 很多 内地的同胞 都很适合元朗 去玩的 是啊 所以 区区都多人 那 下一区 都是九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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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找个地方 先揭一下地图 先 我们说完九龙区 之后 不如说说韩文田 好 都是 暂时未有地铁 不过很快 港铁就会开 这个韩文田 韩文田 其实 那里也算是高障住宅区 都近九龙区 都近九龙区 对 但其实 原来在1920年 那个地方附近 都有些 有几个政府坟墙 都附近兴建 而当时 韩文田 都是荒山野嶺 但是 其实 为什么政府会想去搬那些坟墙 原来当时二次大战之后 去二次大战之前 很多人死了 很多不身份证 也没有资料 所以 都放在那个地方 但后来 就因为要兴建住 而将这些坟墙都移走了 嗯 对 但是 有人就说 就说 因为这些 一些人说 就进行这些迁移的工程 和起路的时候 都 有一些小事发生的 也曾经在挖路的时候 挖出了七副鞋骨 也都是 怀疑在迁坟的时候 漏了 也都 最后 不知道关不关事 有人都说 在工程里面 都觉得不舒服 不知道关不关事 发生 嗯 其实呢 荷文田一带 也有不少鬼故 其中一宗 就是说 其中一个屋苑 就说 有些看奸透露 曾经听过 某一个单位 门口 有些人 摇门 发出很吵吵的声音 有人投诉 但他到处巡 就不觉得有什么事 第二天 他跟那个地方的业主 去说 之后 就发现 会有些朋友 去打扰他 然后 之后 业主深信不疑 立刻找一些师傅 来看看 但 刚刚遇到刚刚 师傅来看完之后 之后怪事 没有发生过 我想这些住宅地区 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 是不是呢 就真的不知道 但其实 原来附近 也有伊利沙百姨元 当时 其实也是 著名的 京士泊万人寵 其实呢 说回当年 其实都是一些 日军将一批 无辜的平民 送到的地方 杀害 估计 数目超过 一万人 在那里遇害 都比较 阴气重一点 嗯 是的 那 何文田 风水 风水 也说一下 其实 都 因为 其实说回 那一带 不只说何文田 说一下那一带 其实我们之前的那个红磡 其实都是那个河附近 因为其实 以 说回 其实在 其实之前也说过 要那个地方輕 啊 其实是见水的 也要 那其实在 桃花環 这些地方都是望向 都是见海的 所以其实都 也不错 但是 不像说太繁荣富庶的地方 但是 始终都比较少人住的 嗯 但是近年 近年 就比较多人住的 嗯 我小時候就在桃花蘭長大的 都是舊區 當然都容易有歷史悠久的事情 所以都 但我小時候就非常之幸運 摸摸摸七場活事 非常之幸運 就沒有什麼事就遇過 是的 聽到可能我爸媽都害怕我害怕 所以聽說都沒有什麼古怪的事 我再說一下原來賀文田公園範圍 那個賀文田公園 那個範圍比較進去比較重 因為三個就有防空洞 戰爭設施的地區都比較差一點 而且附近也有勤勤原管 比較差一點 而土瓜環有一個高山道公園 也是比較差一點 因為其實為什麼呢 人們說雖然公園比較窺這些 而特別這個公園 就是因為地理位置比較特別 就是說公園後面的後山太直了 太直了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直呢 就是因為被人開採 設計這個公園的時候 可能就砍石或者做過一些工程 而令到它這麼直 如果太直的山其實會令到氣場 涼了起來了 那會有一些 我們稱為罩降的現象 就是 凸了出來 或者太平太直的地方 也會出現這個現象 因為會令到人情緒比較不穩定 而且比較容易招陰氣聚集 那個地方就比較陰氣重一點 嗯 高山公園我小時候都經常去的 不過那個公園比較奇怪 因為它就 真的是小朋友玩的那些 遊樂設施就不算太多 反而就 有很多這個 就是只是走的地方 給你 嗯 就是老人家適合去多一點 小朋友就沒那麼適合 還有一個 就是高山劇場 就是一個民喻活動的地方 有足球場 有籃球場 那樣 小朋友 很小的小朋友幾歲 那些玩的東西就沒什麼了 真是純粹 大地方給你跑跑跳跳的那樣而已 就說回那個山後面 山坡可能比較差一點點 嗯 其他都不錯的 都不算太大 那不過 陶瓦蘭的樓價都升了 所以 Sumi 你說這集鬼故都影響不到它 因為都 土瓜岩線都應該 雖然現在有些阻滯 有些密密的阻滯 但是都 應該不遠的 來這個 開幕的時間 是的 都不會拖很久的 我相信 拖了很久都被人罵了 是的 留意一下 那之後呢 讓我們說 帶我們再去多個地方 去完土瓜岩 土瓜岩和文田 都是沒有地鐵站 九龍城有沒有地鐵站 九龍區 有地鐵站 有沒有地鐵站 那個有地鐵站 好嗎 那個有說 看一下 因為有地鐵的朋友容易去 是嗎 啊 都是 朋友喜歡坐地鐵 朋友喜歡坐甚麼都喜歡坐 因為沒有特別的 不過地鐵比較陰 比較陰 可能比較近一點 不用去那麼遠 不如說一個 不如說 觀塘 觀塘 觀塘又有地鐵 觀塘地鐵站 不過其實觀塘這個地方比較 怎樣說 都是舊區 都屬於 舊區 而且觀塘這個地方 都發生不少意外 嗯 最大單 我記憶中最大單都是雞療 嗯 都不是你記憶了 我讀過書 我讀過書 我幾重啊 我讀過書 雞療你還沒出生 我還沒出生 70年代 大家都還沒出生 我生 大家都 其實 人們都說那個地方 比較靈異 還有其實雞療的事件 其實都 那時候生日圈舍 很多人都有提及過 原來那個地方有個地藏王廟 都是在那個附近的 但是其實生日圈舍過口 是沒有絲毫損壞的 所以那些人都比較神奇 都拿出來供奉 但是其實這件事 雞療這個生日圈事件之後 其實那個地方就 不斷地出爛鬼傳聞 那其實 附近那些人經常聽到鬼的哭聲 又看到那些滿身泪淋 濕透的街坊出現 但是你知道那些不是別人的 那就無緣無故有這種情況出現 令人越來越害怕 那麼一眾街坊就連同地藏王廟 因為負責人一定可以打齋 超渡 後來聽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也有不少事件 其實那件事剛才說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就說了的士 是 其實也是一個鬼故事 關於的士 但是其實呢 這次就 這次就佔下半身了是嗎 上次就佔上半身 上次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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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星嶺島 又加了巴士 又加了一個女士 急上半身的下來 那個是巴士來的嗎 對 是巴士來的 不是的士 大家可能記錯了 不要緊 我們這次要說的士 就是關堂 就說關堂有位的士司機 接了一位乘客去雞寮 去雞寮那個地方 然後呢 就當這個乘客下車之後 發現那個乘客 即是那個司機 發現乘客給的錢 全部變成陰獅子 咦 這個陰陽路 不知道第幾集我看過 對啦 這個是關堂為騙的士座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個呢 就真的是 很恐怖 我才怕嚇到很害怕 這次後來也都 人們都說是 估計會不會是因為 618那件 那次的 沙黎堤事件 而令到它陰魂不散 又出現這些事情 後來就保持在每年的7月 都會去超渡 或者去打渣 或者去做一些形式 去補回區平安 是的 陰陽路裡面就是關堂為 假裝鬼搭的士 接著給那些陰獅子的士司機 接著就叫那些的士司機要找錢 因為那些 冥通是很多零的嘛 那些人士 那要去找錢的士司機 說沒有那麼多錢 給他因為是10億 然後 接著就說 只有這麼多 整盒的士錢就給了關堂為 關堂為下車就很開心 因為打劫了的士司機 這是一個挺好笑的鬼故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剛才說的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關堂為的案件 還是真的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再講一個故事 今集應該還有時間 再講一個故事 再講一個其實是秀貿平的故事 秀貿平原來有一間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有一間戲院 在那裏 其實是在秀貿平曉江街 曉江街 就說那間戲院叫金茂平戲院 其實已經荒廢了很多年了 原來這間戲院在區內 曾經是一間大戲院 也有很多人去看 但是原來曾經出現了一次的火災 之後就風光不再 就沒有了 比較少人去看 那 相傳這次火災是怎樣發生的 就說原來很多年前有一對情侶 約在戲院的二樓 洗手間放火自殺 是的 最後就是因為它放火自殺 所以火災很厲害 最後整間戲院被龍煙包圈住 但是當時看電影的時候 有些觀眾發現火災已經很大 龍煙很大煙 所以已經逃生暈倒 而且大家知道看電影的 黑不黑 全都黑曬 又沒有燈 很難找到逃生出口 所以不少人都會被燒死了 嗯 經過大火之後 戲院也長了一段時間去維修 過了幾年 曾經有一些怪事傳出來 就說 有對母子去戲院看電影 在這下的時候 兒子去洗手間 但是當他回到座位時 發現全院換座 嗯 但是後來兒子跟媽媽說回來後 媽媽就嚇到傻了 因為那場戲原來只有他和他兒子 兩個人進去看 其他戲都沒有人 沒有賣到票 沒有人 嗯 之後呢 因為這件事 就令到這間戲院更加難 最後就被人荒廢了 其實為什麼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呢 這間戲院被人荒廢了 為什麼不拆掉它呢 原來其實也有不少發展商 看著這塊地皮的 但是會不會想去拆掉它 或者動工時會發生不少工業意外 所以這些工人都覺得很邪 所以沒有人能夠拆這個戲院 現在呢 相傳這間戲院就變成了這間貨倉 嗯 有人就說呢 都曾經聽過 這個倉裡面傳來一些小朋友玩東西 嘻嘻嘻嘻嘻的小聲 嗯 有聽過一些男生和女生在談情說過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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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聲音 嗯 都挺害怕的 嗯 我相信現在香港的土地寸金尺土 就算有什麼市 有什麼空的地皮 其實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所以都 是的 那就是 這區都是比較 是因為之前比較少人住的 但是後來有了 體育機場 所以就很多人來住 所以到多風水都不差 是的 那就是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是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